chikawa 首先可以看一下這個脊椎的結構 大部分的人是五節 就是會有五節的腰椎 那最下面當然就是脊椎的地方 結構上當然脊椎就是一節一節 每一節骨頭它會像這種小關節 把每一節接起來 那这个关节跟比如说膝盖或关关节一样 它都是可以动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要在活动的时候 不管往前往后或是旋转的话 都是来自于这个关节会活动的 除了关节以外呢 每一节的椎体中间会有一个软的 这个我们本想就是叫椎前盆 年轻人他就大概就会像橘胃一样 那年纪大的话因为水分会流失 所以会变得比较干 比较残 就是会有点像甘蔗杂这样 再来就是说我们脊椎症有孔洞 所以神经当然是走在这个孔洞的里面 那每一节每一节他还会有一个神经孔 那我们有一个药椎的神经根 就是从这个神经孔 就是一条一条一条的分数来这样 然后支配到我们那个下肢啊 还有泌尿系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vitam 栖